我妈逼我去相亲 而我却把我的第一百次的相亲对象给送进了监狱 并且让她采了十年的缝纫机 只因我是一名实习警员 陈先生 既然是相亲 我们就开门见山 您觉得怎么样 你是做什么的 工作稳不稳定 每个月工资多少 有没有房 有的话多大面积 有没有车 什么车子 我刚刚参加工作 是一名实习警员 我的工作比较稳定 工资每月四千八 房子前年家里给买的八十九平米 车子还没有 警察 你们的工资才五千不到啊 警察工作确实不高 不过我们还有年终奖 大概有一万块吧 你的工资太低了 而且房子太小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你长得帅 我们的相亲到此就会结束 这样吧 房子写我名 让你家再买一部五十万的车子 咱们就接触接触 这女的也太天真了吧 第一次见面房本就写你名 竟然还要五十万买车 呵呵 怎么 我这么低的条件你还犹豫 帅哥 我虽然对你的第一印象不错 但你的经济实力太差 房子写我名还犹豫不决 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还不够我买化妆品 就在我尴尬不已时 桌上的铃声响了起来 缓解了我的尴尬 宋小姐 咖啡好了 我先去取一下 就在我取完咖啡回来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 咬到了相亲对象的手机 而里面的内容也是让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 我的这个相亲对象 是干着档子似的 陈先生 我刚刚仔细想了想 恐怕我们不太合适 我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如果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我们确实不合适 陈先生 我每个月的收入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 是你工资的十倍 甚至几十倍 让你在房本上加上我的名字 根本不是钱的事 至于买车 说白了 我一个月的工资而已 可是这么简单的事 你都如此犹豫 你这人太小气 我看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美女 我小不小气这是另说 可是你想走的话 好像不行 哼 怎么 警察也想死缠烂打 或者是想让我买单 呵呵 服务员买单 死缠烂打有可能 买单就不必了 请起身 双手抱头 你被逮捕了 莫曹 有戏看了 好好的相亲 怎么变成抓人了 这女的犯了什么事 快放开我 你以为你是警察 就能随便抓人了 哼 宋小姐 你手机刚刚发的信息 我都看到了 我要是没有证据 我会抓你吗 网络招票 数额特别巨大 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宋小姐 我想你现在应该想的是 怎么在里边 度过自己一生 最美好的时光 你 你看到了又怎么样 你有实质性证据吗 你说呢 你手机在我手上 你刚刚的记录都在这里 你跑不掉了 警察办案 大家不要围观 喂 师傅 我在青云路星星客 抓到一个网络招票 人已经制住了 还有天海酒店3008号房 昆仑路全机快节酒店908号房 这两个地方正在交易 你这个混蛋 你诬蔑我 快把我放开 此时的相亲对象 已经彻底猛了 他只不过是来相亲的 怎么就被抓了 十几分钟后 刘青山和一名青年警察赶灌 小陈 你今天不是相亲吗 怎么还抓上人了 师傅 王哥 别提了 这里边是网络招票的证据 包括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 我带来看了一下 设计金额最少上千万 上千万 那绝对是重大团伙作案了 小陈 你牛屁啊 相隔浅都能抓住这么条大鱼 对了 你相信对象呢 你们继续 后边的事交给我和师傅 放心 你是头工 你先相亲 剩下的事 我和小王伴 二位警官 你们不用劝了 这位警官肯定没办法继续相亲了 为什么 因为他抓的这个就是他的相亲对象 小陈 他说的是真的吗 呃 走吧 天海酒店和全机快捷酒店 那边人已经抓到了 小陈 这个女的 我们就先带走了 恭喜宿主完成第一百次相亲 最强警察养成系统激活 恭喜宿主抓捕网络招票犯罪团伙主犯一名 奖励开启嗅觉基因所 嗅觉基因 作为警察 任何案发现场 味道的提取都极为重要 有的时候 甚至能够成为破解案件的最关键因素 看来这个嗅觉基因确实不错 我是一名实习警员 为了证明实习警员不是吃干饭的 我竟把自己的相亲对象给抓了起来 并且送进了监狱 指引我激活了最强警察养成系统 小陈 这次你可是立功了 涉案金额三千万 在全省都是少借的大案 哦 但这是的 涉案金额能超三千万 着实少借 队里的奖励很快就会下来 除了奖金外 你小子这周就能转正了 哦 谢谢师傅 师傅 您要不去睡会儿 这里我盯着 哼 睡什么睡 朝梁盯的那个失踪案 一点头绪都没有 还得去看看 翠平路的那个失踪案吗 可不就是那个案子吗 小陈 你去把卷宗带上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好的师傅 您稍等 小陈 那卷宗看完 可有什么想法 一期普通的失踪案 奇怪的是小区监控 没有拍到失踪者外出的画面 这是最奇怪的地方 失踪者居住的小区 是高档花园洋房 安保设施齐全 小区内摄像头很多 基本没有死角 但是 查遍了当时所有小区摄像头 却没有找到失踪者 离开小区的监控 难道一个大活人 凭空消失了不成 不错 看得挺仔细 小陈 教你个不是技巧的技巧 这种失踪案 先熟记下案发所在地的环境 尤其是监控摄像头的布局 很重要 走 我们去现场侦查一下吧 我和师傅在小区转了一圈 发现除了楼梯和单元下的地库门口 没有监控外 其他地方都有监控布置 小区两个行人出口 一个车辆出口 布置的摄像头 都是高清摄像头 而且 视频资料存档期是一个月 并且近期没有任何故障和检修 按理说 失踪者是不可能躲过监控 凭空消失在小区里的 至于爬墙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这小区围墙三米高 就算失踪者借助工具爬上去 这上边的电子围栏 可不是摆上 稍一出动就会报警 走 小陈 我们去失踪者家里看看 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梁先生 您好 我是中式针机队 第二针机分队刘青山 今天主要是向您了解一下 您爱人的一些情况 刘警官您好 还没有我妻子的消息吗 最强警察培养系统任务发布 侦破张静雅失踪案 限期一天 完成奖励开启视觉基因所 失败或者抄期 将取消任务奖励 视觉基因所 这奖励倒是不错 就是限期一天的破案时间有点短 梁先生 虽然现在还没有过多的线索 但是我们已经在全国天眼系统开始比对 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梁先生 我们能进去聊一下吗 抱歉抱歉 快请进 请进 二位警官 家里最近没有打扫 有些凌乱 还请不要介意 梁先生 您的爱人 平时有没有要好的朋友在本身 系统 打开嗅觉基因锁 嗅觉基因锁已经打开 宿主可通过味道分析 发现一些线索 瞬间 房间内的各种气味扑鼻而来 这房间里有三种味道最重 第一是梁文渊 然后就是失果后的体味 另外 还有四种类似的味道 稍微有些淡 这是真积分对四名同事的体味 再然后 就是梁古相对更淡一些的体味 其中一种 在梁文渊身上也有一些 应该是失踪者张静雅的体味 至于最后一种体味 应该是客人 除了这九种体味之外 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骚气 应该是宠物梗的味道 可是味道非常淡 再接下来 就是一种微不可闻的血腥气 血腥气 这家里哪来的血腥气 最后还有一种淡淡的香气 这难道就是破案的关键线索吗 我为了证明警察不是吃干饭的 竟直接把报案人抓进大牢 同事都以为我疯了 可他们却不知我已经觉醒了最强警察养成系统 小陈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梁先生 您家里是不是养了宠物狗 陈警官 您怎么知道的 梁先生 我的鼻子比较灵敏 不过梁先生家的宠物好像不在客厅吧 陈警官说的不错 我爱人喜欢狗 但是又嫌脏 所以把狗养在了卫生间 方便我看看吗 没问题 果然 在卫生间的角落有一个狗窝 一条大黄狗正懒洋洋趴在狗窝前 狗窝附近 除了动物的味道 那种香气似乎越发浓郁 只不过在大黄狗体味的遮掩下 常人根本闻不到吧 梁先生 您家最近来的人多吗 哦 来人倒是不多 昨天和前天一共来了四个警察 加上您二位就没别人了 那就是说 加上我们 最近来过您家的人 算上您夫妇二人 一共有九个人 您没请过家政清洁工吗 或者您的朋友到访过吗 这个我可以保证 我妻子平时不上班 家里都是他自己打扫的 从来没有请过家政 而且我们小区管理的很严格 送外卖的都只能把东西放在门口 不能进小区 即便是朋友到访 进小区之前也都是要备案的 既然这样 梁文渊 靠墙 双手抱头 陈警官 您刚刚说什么 刘警官 这个小陈警察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被逮捕了 陈妍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昨天抓相亲对象 今天抓报警人 明天是不是把我也抓了 半个小时后 第二针积分队 针积元开始了现场勘查 陈妍 你为什么认定 这不是失踪案 而是凶杀案 师傅 因为梁文渊撒谎嘛 撒谎 对 撒谎 梁文渊说最近他家 除了他们夫妻 就只有咱们队里的人来过 算上你我一共是八个人 可是 他们家里却有九个人的气味 好端端的 他为什么说谎 哼 你就因为这个认为他嘎忍了 梁文渊白天上班 只有他爱人在家 万一是物业的人来过 他不知道呢 再说 你这是什么鼻子 连人家房子 见了几个人 都能闻得出来 这只是一个方面 他家最近应该是煮了肉 房子里有残留的肉香味 肉香味 你是说 没错 我在警校的时候 意外接触过一次 那种味道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两个小时后 负责勘查现场的工作人员 已经完成了工作 怎么样了 老刘 这里可能有一些误会 我们什么都没发现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现呢 我就不应该相信陈妍 这下子惨了 刘警官 我不认为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我的妻子失踪了三天 你们一点线索的都没有 反倒把我靠了起来 我一定会投诉 一定 梁先生 冒犯您是我们的不对 还请您 师父 他一定有问题 您就信我一次 此时刘青山无语地看着我 师父 我用我的警察担保 他一定有问题 梁文渊 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缝 实际却漏洞百出 陈警官是吧 你来说说 我到底怎么漏洞百出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 我拼了命 也要让你脱下这身警服 没本事破案 欺负我们老百姓 倒是有一手 梁文渊 你是在2月4号 嘎了你的妻子张静雅吗 你放屁 我妻子每天都会出去买菜 小区的监控视频都能看到 我怎么可能再4号嘎了我妻子 难道就不能是你假扮你妻子外出 梁文渊 你和你妻子身高相近 体型也差不多 现在又是冬天 穿上羽龙服 完全可以假扮你的妻子 而且你的司机每天早上9点接你上班 时间上也允许你假扮张静雅 小陈 你的这个推断有些牵强 张静雅的视频我们都看过 虽然因为监控角度的原因 看不清她的脸 但是她的头发是蓝色调染过的 并不规则 我们仔细对比过 最近一段时间内绝对是同一个人 就是 陈警官 你应该学学你的同事 做事要细心点 梁文渊 你这点做的确实不错 但是 你忽略了一个细节 张静雅是左撇子 和一般人不同 她每次都是用右手打开架势为车门 但是 从5号以后 监控中的张静雅 就开始用左手打开架势为车门 这个 你怎么解释 这我怎么知道 左手右手很重要吗 至于发色问题 只要把张静雅嘎了 取下头皮 靠在你的头上 自然没有破产 陈警官 你就凭一个左右手开车门 就断定我杀人 当然不是 梁文渊 你嘎完人 竟然把骨头摆在客厅里 你知道我们警察是瞎的吗 我是一名实习警员 在逮捕了自己的相亲对象后的第二天又破亥一起嘎人案 局里对我的成绩也是给予了肯定 这也让我这个警队新人意气风法 小陈你说的没错 这确实是人类骨骼 这骨头外面包裹了一层石膏 不仔细看 还真的以为是一具骨架标本呢 负责勘查现场的真鸡队员也是老江湖了 没想到阴沟翻船竟然放过了如此重要的线索 小陈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可不能说是闻出来的 说出来别人也不会相信 其实我也是猜的 毕竟一般的医生家里不会放这种东西 即便是放了 也不用放两句吧 而且 我刚刚看卷宗的时候 发现梁文渊不仅是外科医生 还是石膏雕塑爱好者 将针骨架上裹一层石膏 显然不是什么难事 好小子 这次要不是你跟着 你师父我都要阴沟里翻船了 这案子算你头功 兄弟们把这副骨架带回去 抓紧审问 师父 另外一句您也得带回去 陈妍 你是说 没错 师父 您忘了我刚刚说的 梁文渊家里有九个人的气味了吗 这个 有可能就是那第九个人 对了 几位前辈 他卫生间有条狗 也带回去 没解脱 看这众人不解的眼神 我只得解释一下 两副骨架的身高明显不对 肯定是被梁文渊锯开了近 我怀疑 你们懂的 恭喜宿主成功侦破失踪案 奖励开启视觉基因锁 小陈 第九个人的身份信息也查了出来 确实是张静雅的前男友 这个梁文渊也算是可怜人 结了两次婚 第一个老婆出轨离婚了 没想到第二个又出轨 而且是人赃俱祸 师父 我有两个疑问 张静雅的情人是怎么进入房间 而没有被监控拍到的 还有 就是两个人的血肉 梁文渊胶带是怎么处理的 那个男人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张静雅让男人藏在轿车后北乡 直接把车开到地下车库单元门口 就躲过了车库里的监控 小区楼梯口都没有监控 然后走楼梯上楼 躲过了电梯轿向里的监控 至于两人的血肉 一半从下水道冲走 一半喂了狗 哼 我就知道 不可能都喂了狗 小陈啊 你这次立功了 而且是立了大功 说说 有什么要求 对理尽量满足你 哦 谢谢队长 我没什么要求 都是刘青山警官教导的好 老刘一直说 陈妍这小子脑子机灵 现在看来果然不假 侦破了两个大案 还能如此谦逊 面对领导的夸奖 把功劳都推到师父身上 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 看来值得培养 这样吧 小陈先给你放三天假 要知道 我昨天才把相亲对象给带过了 今天要是赶回家 不得被老妈打死 而且三天时间 按照老妈的性格和本事 估计得给我安排 十几二十个相亲对象 队长 假期就算了 我出来乍到 就是该学习的时候 再说 我还没正式转正 您给我放假 别人怎么看 哼 老子给你放假 我看谁有意见 有本事 他们也给我弄个 集体三等功回来 小陈 不要怕 你就踏实地休息 三天后 等功劳和奖励都下来 我给你开庆功宴 你小子见好就收啊 三天假期不短了 我可不是嫌弃假期短 我是怕回家老妈 又得劳到我了 我本是一名实习警员 可老妈逼着我去相亲 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竟然逮捕了我的相亲对象 可老妈并不死心 在我休假的这段时间 又给我介绍了一名相亲对象 可是相亲的那天 我竟然相错了相亲对象 第二天 我就来到了和女孩相亲的饭店 刚进包间就看见了相亲对象 相亲一百次 能提前到达的女生 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这女子虽然是坐姿 但是以我的经验 一眼就能判定出女子的身高不低 起码一米七 你怎么进来的 美女 如你所见 我是开门进来的 美女 我也不废话了 您这一身气质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我呢 就是一个小警察 还没过实习期 房子家里买的八十九平米 但是不能写你名 车子还没有 现在也买不起 但是吧 美女 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 我给你一次接近我的机会 市中心买一套二百平米的房子 写我名 给我买一部一百万以上的车子 咱们俩就接触接触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 面前的美女 听到我这些话会是什么表情 反正都是奔着搞砸来的 我劝你不要不识台诀 茫茫人海中能遇见我 你也算是有福气了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还是见了鬼了 小朋友 你是来相亲的 美女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 你要是不能接受我的条件就直说 这已经是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 给出的最低要求了 如果你还不能接受 我想我们这次的相亲 就会到此结束 市中心二百平米房子 写你名 一百万车子一部 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高 你不可能答应 但是本公子的颜值绝对值这个价 我答应 美女 你虽然看着很有钱 不过好像还不够有钱啊 我们就后会有期 什么 你答应 是的 我答应 正在这个时候 我的手机下了起来 陈妍 你怎么还没到 人家姑娘等你半个小时了 妈 您说什么呢 我都到了 红月亮西餐厅八百八十八号包厢 我正跟姑娘聊着呢 陈妍 你个逆子 是八十八号包厢 不是八百八十八号 这特么就尴尬了呀 美女 我说我走错包厢了 您信吗 说完 我就连滚带爬地跑去八百八十八号包厢 抱歉抱歉 刚刚出了点意外 让您久等了 实在抱歉 林与彤有些惊喜地看着冲进来的大男孩 第一次相亲就被梁在这等半个多小时 林与彤其实非常生气 之所以还没走 就是想看看这个男的跟二姨发给自己的照片 是不是真的一样帅 哦 没事 我也刚到不久 这男孩太帅了吧 二姨果然是亲二姨 深知我心 林小姐 实在抱歉 刚刚走错地方了 耽误了您的时间 实在抱歉 你就是陈妍吧 没事 我今天休息 有的是时间 然而在八百八十八号包厢的沈云 此时也是莫名其妙的 哼 聊完就跑 门都没有 陈妍是吧 八十八号包厢是吧 陈妍 我二姨说你是警察 那你们平时出任务会不会有危险啊 如果我们结婚了 你天天加班出任务 我在家怎么办 嗯 什么玩意儿就结婚了 我们人时有五分钟吗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陈妍 市中心二百平米的房子写你名 一百万的车子给你买 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了 你怎么考了 你怎么追来了 哼 你是哪位 怎么 调戏完 姐姐就想跑 小弟弟不听话哦 刚聊完姐姐 就来糊弄小妹妹 谁调戏你了 我真的走错房间了 这位大姐 我们在吃饭 没别的事 请您出去 沈云易没有理会林雨桐 陈妍 即便你是警察 也不能随便调戏人吧 借用你刚刚说的话 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 说完 沈云易转身就走了 这个 林小姐 我有点事 需要处理一下 您看 等下次有机会 我请你吃饭赔罪 哼 想讨 没那么容易 陈先生 我刚刚的建议 你考虑的怎么样 沈小姐 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 我们不太合适 陈先生 我想 你有一点误会了 什么误会 我给你买房 送车 让你假装当我男朋友 相当于一种雇佣关系 嗯 可是 我不想接受这种雇佣 陈妍 你又误会了 我刚刚说话的语气 可能有点问题 让你误以为在征求你的意见 其实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命令 可是 沈小姐 你都二十七了 我才二十二 你不觉得我们不太搭吗 哼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我也可以应付我老爸老妈 沈小姐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得答应做我的假女朋友 应付我老爸老妈 成交 小奶狗 记得 这周六中午 到我家吃饭 第二天一早 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师傅这个时候打电话干嘛 在真机队有这样一条规矩 任何人轻易不会联系休假人员 而一旦打来电话 那就有重要的事发生 小神啊 知道你在休假 不过今天早上有一个案子 挺棘手的 你要是没别的事 过来看看 也好积累一些经验 我是一名警队新人 在休假期间 接到了一起嘎人案 队里的同事对于此案毫无头绪 而我却靠着系统的加持 发现了蛛丝马迹 接到师傅的电话后 我便打车来到了连海大学 案发地点在连海大学的一栋教学楼 张队已经在里边了 现场极为诡异惨烈 我从井这么多年 都没有见过极其这样的案子 师傅可是老真机了 从井二十年 什么案子没见过 看来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案子 于是我便和师傅来到了案发现场 可眼前的荧幕让我胃中一阵翻腾 只见黑板上一张完整的人皮 被钉在黑板上 形似十字架上的耶稣 被包了皮的尸体 在人皮十字正下方 呈跪拜姿势 犹如怅谎的罪人 现场是一名临床医学专业 大三学生发现的 上午这间教室 本来有一场人体解剖学公开课 这名学生时刻代表 本来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的 现在已经有些神经质了 再接受心理咨询 初步勘察显示 受害人难尽 死亡时间是昨天夜里两点左右 本校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 今天本来也要来这里上课 结果被发现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了 最强警察养成系统任务发布 侦破血色十字凶杀案 限期五天 完成任务奖励技能 枪械专精 失败或者超期 将取消任务奖励 这次奖励的技能 竟然是枪械专精 看来系统的强大 有很大挖掘空间啊 小神 你在外围盯着点 不要随意走动 千万不要私自动任何东西 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开展现场勘察的 师父 您放心吧 这个我懂 系统 开启嗅觉基因 嗅觉基因 你开启 瞬间 教室里浓郁的血腥味 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气味 想要依靠闲人的体味追踪凶手 显然是不可能了 不过有两种气味比较可疑 一种是酒精 浓度很高的酒精 另一种味道非常淡 却非常特殊 是琥珀仙胆碱 又称丝可灵 一种和N2胆碱受体组织药效果类似 也就是常用的激松药一种 说白了 就是能让受用者四肢无力 说不出话 系统 开启视觉基因 视觉基因 你开启 哦 视觉基因开启的那一刻 原本在地面上凌乱的血迹 此时却呈现出一幅图案 薔薇 竟然是一幅野薔薇的图案 凶手为什么用受害者的血液 留下野薔薇的图案 有什么特殊寓意 还是说是凶手刻意留下的标记符号 三个小时后 张队等人完成了初步的现场勘查 小陈 你怎么来了呀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点什么线索 张队 师父叫我过来见识见识 我没有到尸体进处观察 发现的线索不多 什么线索 张队 我现在还不能肯定 需要去确认一下 好 反正现场已经勘查完了 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吧 顺着琥珀仙胆碱的味道 我们一行人离开的教室 教学楼外 琥珀仙胆碱的味道偶然衰减 几乎已经微不同了 但好在时间过去的不长 走走停停 来到了一处垃圾处理站 小陈 你这是干什么 老刘别急 我们先看看这小子要做什么 可算把你找着了 橡胶手套 此时 众人看着陈炎手中的东西 震惊不已 这小子费了这么半天劲 就是为了找这副手套 难道这副手套是 张队 这副手套应该就是凶手 昨天晚上用过的手套 尽管众人已经有了这个猜测 可是很疑惑陈炎是怎么发现的 你怎么肯定这副手套 就是凶手在凶杀现场用过的手套呢 队长 你也知道我的鼻子比较灵 凶杀现场有一种特殊的药味 应该是琥珀仙胆碱的味道 这种寄送药非常少见 一般不可能出现在一间教室里 而这手套上就有这个味道 陈炎的话好像一颗炸雷 震得张队等人晕头转向 什么是琥珀仙胆碱的味道啊 我们在现场除了血腥味 什么都没闻到啊 警犬的鼻子都没有陈炎这小子的灵把 而且 这小子还找到了作案时凶手用过的手套 陈炎 你小子又立功了 最起码一个个人三等功 我这就给你打报告 哦 队长 这副手套也有可能提取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哼 不管有用没用 你小子都立功了 马上送去检验 我本是一名实习警员 只因我找到了案发现场凶手留下的手套 队里便认明我为专案组组长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凶手却在一次作案 经过检测 手套上有泄迹的痕迹 不过手套被刻意清洗过 这个凶手很狡猾 他应该还戴了丝线手套 我们没有提取到凶手的汗液 皮线或者掌纹 但是 陈炎说的没错 手套上确实有琥珀仙胆碱成分 此时众人一脸惊愕 好不容易发现的一个线索 就这样断了 长队 那我们现在改怎么办 我宣布 谢瑟十字雄傻案专案组正式成立 经请示上级批准 陈炎同志任专案组组长 我任副组长 诸位为组员 七天内务必破案 张队的一道命令好像晴天霹雳 众人一脸不可思议 恨言印转案组都早 怎么意思 陈炎好像还没拽正吧 别说是众人了 就是连我也一脸懵圈 张队 您是认真的吗 这个时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我刚刚的命令都没听明白吗 听明白了 陈炎 你听明白没有 张队 我听明白了 大家也不要太惊讶 咱们干警察破案子的 那就是谁有本事谁上 陈组长 接下来就拜托了 此时此刻的我 还是处在猛圈状态 自己都还没转正 这就干上雄傻案专案组组长了 真是对里独一分 张队 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 根据目前的线索 我建议专案组分成六个小队开展工作 案发前 学校监控视频突然故障 一组查明原因 被害人目前身份已经确定 连海大学林床一学 大三学生林超 二组负责调查林超人际关系背景 走访学生老师 重点了解林超的感情经历 没过多久 六组人马 全部安排妥当 张队 师傅 我想再去现场看看 这是应该的 陈炎 你小子不错 刚刚的安排紧紧有条 是块好聊子 队长 您就别笑话我了 我刚刚都紧张死了 这是赶鸭子上架 实在没辙了 您看 我现在手都有些哆嗦了 谁都有第一次 经历的多了就好了 教室内 我再次仔细地勘查了现场 可是一遍一遍地复盘现场 企图发现一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但依然毫无头绪 第二天一早 刚到队里的我就看见 此时的张队领色挺轻 不然我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张队发生什么事了 连海大学又发生了新的案子 听到此话 我瞬间一惊 感觉到不可思议 没想到这个凶手 比我想象中还要残忍 随后 我们便来到了连海大学 此时学校的大门 已经被提前到达的同事封锁 连海大学教学楼的一间杂物间里 张云武 陈炎 刘青山等专案组成员 都到了现场 这个凶手 难道是在挑衅我们吗 我看这个凶手 一定是个疯子 张队的脸色 已经不是铁青能形容的了 从仅18年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看着眼前和昨天一模一样的现场 闻着空气中和昨天的案发现场 几乎一样的味道 我知道 橡胶手套肯定是凶手 故意留下的现场 张队 这里的情况您先上报 我和师傅去找一下 昨天凶手丢弃的橡胶手套 陈炎 压力不要太大 我们相信 说完 我便和师傅直接奔出了杂物间 果然 在教学楼外 300米的一个垃圾桶内 找到了作案用的橡胶手套 两个一模一样的作案现场 都是任劈十字 跪拜是T 谢叶也强威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昨天的受害人林超和今天的受害人 又有什么关联呢 距离第二起案件报警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上级对此次的案件非常重视 为了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市真机队队长和相关领导 将通过视频的方式 参加我们这次分析会 视频中 一名整个连城市警察都认识的大佬开口 我们这次会全程参会 但是只戴眼睛和耳朵 你们不用管我们 下面 请专案组组长陈妍同志部署工作 各队分别汇报调查情况 一队先开始 两期案件的现场几乎一模一样 人披十字架 跪拜尸体和杂乱血迹 组长已经找到了两幅做案用的橡胶手套 现在已经完成技术分析 无破显胆检的来源正在嘴查 死者身份调查 第一现场死者林超 男 二十岁 连海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 第二现场死者王雪峰 男 二十三岁 连海大学计算机专业研二学生 两人家庭背景简单 基本排除家庭原因被嘎的可能性 经过走访 初步判定两人没有学习交集 同学反应两人并不认识 学校监控视频故障的原因 找到了 连海大学的视频都是统一上线 集中管控的 因为机房内视频总线被老鼠咬断了 所以监控失效 而且因为这种总线是进口的 要三天后才能更换 六个小队一边汇报 而我根据汇报的情况 一遍遍分析着两个案子的关联性 两位被害者的手机都没有找到 家长那边已经通知完毕 现在请陈妍组长总结 做工作安排 张云虎话音落下 我的模拟犯罪也正好结束 现场勘察的血迹涂鸦 不是无序的 而是野强威 两起凶杀案 作案现场几乎一迷路一样 这是凶手在向外界传递信息 十字架象征救赎 跪拜象征忏悟 而野强威的花语有一种说法 就是回过 所以 初步判定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报复杀人案 此话一出 所有人一脸震惊 二对 全力追查琥珀先胆解这种药物 在中城市的使用情况 着重调查联海大学本校医学部 有没有使用权限或者提取条件 三对 查一下最近有没有涉及到 联海大学学生或者教师的刑事迷失案件 二十分钟后 一队完成了两位被害人的 社交聊天软件记录调取 参图长 两人的色教软件没有发现太大的异藏 没有太大异常 没有太大异常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人两年前嫁过一次好友 不过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就散掉了 嗨 马上安排人搜查林超和王雪峰的电脑 尤其是王雪峰的电脑 包括个人电脑和他在学校常用的电脑 仅仅一个小时 两个队员就满头大汗的跑进来 组长 组长 重大线索 原来两个死者是认识的 王雪峰在学校的服务器上 开发了一个简易聊天员件 叫做信灵女色 他们都是在个旅社的成员 组长 这次成员名单 还有聊天记录 组长 您让我们查的有关联海大学的案件也出来了 一年内涉及联海大学案件一共12起 其中8起是教师家庭纠纷 两起是学生诉讼老师行亲 还有2起是学生自杀 自杀 死者叫什么名字 杨小小和徐畅 队长 快 派人到连海大学 找到建筑系李海 数学系孙丰两个学生 其他人 立即逮捕杨小小和徐畅的父亲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很多 坐在审讯以上的杨成汉 没有一丝身为杀人犯的暴力 反而像一个知识分子 儒雅随和 事实上 杨成汉也正是一名知识分子 连海大学计算机系顶级教授 杨小小的父亲 也是王雪峰的导师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杨成汉知道陈炎是问他和徐兵 怎么发现女儿自杀的原因的 为什么不删除聊天室 哼 总要留下点什么 死对他们来讲太便宜了 值得嘛 一个教授 一个副院长 陈警官 如果你也有一个女儿 和我的女儿有一样的遭遇 你会怎么办 离开审讯室的我 心里有点发毒 会有种一难平的感觉 恭喜宿主 成功侦破血色十字凶杀案 奖励技能枪械专精 此时的我还在研究这个枪械专精 和一条手机信息打断了我 明天早上八点 我来接你 糟了 明天就是周六了 我答应过沈渝易和他一起去看他父母的 作为实习警员的我 在我连续破获了三个案子后 队里的奖励也下了 我也成为了正式警员 第二天中午 我便和沈渝易来到了他爸妈家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我是陈妍 云云的男朋友 一句云云 听得老沈夫妇眼中雪亮 一旁的沈云云微微一正 哼 我们刚刚商量的细节 有这个吗 听云云说叔叔喜欢雪茄 阿姨喜欢刺绣 初次登门拜访 还请叔叔阿姨笑呢 好好好 小陈啊 来就来 还拿什么礼物 快请坐 谢谢叔叔 小陈 阿姨听云云说 你是一名人民警察 王美芳对陈妍本身是非常满意的 尤其是陈妍的谈吐 长相 是的 阿姨 我现在还是一名实习警察 下周估计才能转正 倒是云云 以前从来没说过家里的事情 没想到 叔叔阿姨这么年轻 尤其是阿姨 您保养得真好 这要是和云云走在街上 人家还以为是姐妹俩呢 不知道阿姨 您用的什么护肤品 我给我妈推荐一下 保证能讨她欢心 此刻的我 绝对的专业甜狗 那小舌头叫一个软糊 小嘴甜的不要不要的 你这孩子 嘴这么甜 真会说话 阿姨被我夸赞的眉开眼笑 看着我这个准女婿 那是越看越满意 阿姨老了 要是年轻难会 还真和云云差不多 来来 小陈啊 别光顾着聊天 马上就中午了 你阿姨安排了最好的厨师 准备午餐 咱们边吃边聊 你陪叔叔喝一杯 吃过午饭 沈云云便送我回了家 周一一早 我早早就来到了分队 小陈 告诉你个好消息 上级的奖励下来了 网络招票案的奖励吗 网络招票案 碎石嘎七案 血色十字案 三个案子的奖励都下来了 分队人均奖励五千块 直接参与办案的多一些 像我 每个案子平均一万块 这次的奖励 一共是三万二 借你的光 咱们分队的同事 最少都有一万块的奖励 哦 最少一万块 这可真不少了 要知道 这可是额外的奖励 跟工资 师傅 那照您这个说法 我能分多少钱 嘿 傻小子 你现在关心不应该是钱 而是功勋 对于功勋的重要性 我当然是知道的 师傅 功勋这种事我当然想到 可是立功不立功 我说的也不算 哼 你是说的不算 你是直接下手拿呀 陈妍 你这次不仅是自己立了功 整个分队都跟着你沾光了 师傅 看您说的 我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运气好 再说 要不是您教的好 还有张队对我的信任 哪里轮到我破案立功啊 行了 再我这你小子就别端着了 真接二分队的辖区 就是两个曲线 不可能天天发生大案要案 现在的权限足够 队里的卷宗我都能钓鱼 干脆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陈年旧案 跟进试试 这个案子有意思 最强警察养成系统任务发布 侦破五年前 李某状告美日国际医院谋财害命案 限期实验 完成任务 奖励技能电脑程序专精 失败或者超期取消任务奖励 什么情况 刚刚看了十几个卷宗啊 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 现在这个 既然刚刚翻开档案核 就发布任务 而且破案期限竟然是十天 接下来 我不再像翻阅之前案子的卷宗一般 只是粗略的独一步 而是开始认真研究这个案子的卷宗 每一段 每一句 甚至是每一个字都去仔细琢磨推敲 然而越分析 觉得越不对劲 原道李静 因为车祸 被急救车送进了美日国际医院 经过诊断 确诊为肝脏破裂 需要进行肝移植 李静的肝移植手术很成功 非常成功 他的肝脏移植 基本没有排斥反应 很快就痊愈出院了 但是 也正是因为手术太成功 引起了李静的怀疑 后来 这个李静在其他医院做了相关检查 得到的结果显示 李静移植后的肝脏细胞丁的序列 和李静本人相似的 99.99%以上 换句话说 李静车祸后根本没什么事 就是医院想赚钱 慌骗他的家属肝脏破裂 然后 手术的时候 只是开刀就行了 肝脏根本不用动 但是这费用可是实打实的 108万花出去 这种骚操作 李静二话没说 就把每日搏击医院给报了 然而医院的所有诊断 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最终给出的解释就是 李静体质异于常人 红化了一只肝脏 但是 李静坚持不撤案 最终就这么不了了之 成了陈年就暗了 整个卷宗 涉及案情的记载没有几页纸 倒是有关的病例复印件 差不多10厘米厚 就看这个病例的厚度 108万也算没白花 你敢相信吗 这个案件有多离奇 男子发生车祸 医院诊断肝脏破裂 没想到经过肝医之后 肝脏细胞低的序列 和男子本人相似度 99.99%以上 男子二话没说 就把医院给告了 然而医院的一系列操作 却让案子不了了之 这种剧情小说 都不敢这么醒了 刚出档案室 我就看见师傅 正和三个同事在聊天 组长 这三位就是张队 安排在咱们组的组员 师傅 您这样叫我 让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这个组长 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都是您和张队的关照 我才能当上这个组长 张哥 王哥 赵哥 您三位可都是咱们分队的精兵强将 我这没想到队长 能把你们三位调过来 还请三位老哥哥今后多多指点 组长 您可别跟我们几个客气 为了进您的小组 我们三个可都是拼了老命才进来的 以后可是要跟着您沾光了 就是就是 组长 老道所的队 能进您的小组 看卷宗了 嗯 这个案子 挺有意思的 我打算研究研究 这不是美日国际医院的那个案子吗 老道 这个案子 我记得当年就是你借的吧 组长 这是五年前的一个旧案 当时就是我经手的 您对这个案子有兴趣 我点了点头 卷宗中对于案子当年的经手警察是有记载的 我已经仔细地研究了一点 当然知道赵斌就是经手人 也不是有兴趣 就是感觉这个案子有点滑稽 就把卷宗拿来看看 赵斌点点头 这个案子用拔机来形容确实比较贴气 组长 这个案子当年还引起不小轰动 记者还进行了跟踪报道 我对这件案子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我看这样吧 最近正好没什么事 当年熟悉案情的赵哥又恰好在咱们组 那我们就把这个案子 作为咱们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个跟进案件吧 刘青山当然没意见 其他三人刚进组 自然不会对陈妍的第一个决定就表示不同意 好 赵哥 你熟悉这个案子 你把这个案子先给大家简要说一下吧 翻开卷宗 赵斌开始介绍案情 赵斌确实对这个案子印象深刻 即便是过去了五年 现在拿起卷宗 依然说得井井有条 最后 美日国际医院是打算反告李静诬陷诽谤的 只不过后来在我们的斡旋下 对方没有进一步追究 放下卷宗 赵斌叹了怨气 其实 这个李静当年也是有怨气 才会撞告美日国际医院的 怨气 这个李静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两人是孤儿 从小相依为命长大 但是就在李静出车祸的前一天 他弟弟也出了车祸 巧合的是 他弟弟也被送到了美日国际医院 但是没有抢救过来 双胞胎弟弟 车祸死亡 师傅 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个案子 我当年也听说过 当年之所以案件遗留下来 就是因为美日国际医院拿出的李静的病例 所有的医疗记录都显示李静确实肝脏获利 这是经过第三方鉴定过的 所以 李静说美日国际谋财害命 根本没有为他更换肝脏的说法 站不住脚 对于第三方鉴定结果 陈炎肯定是相信 赵哥 你刚刚说李静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是的 我看过他们合照 两个人一模一样 李静出车祸前一天 他弟弟也出车祸 答了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测 在我脑海中明明成形 如果是真的 这根本无法想象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惊天大案 怪不得能让系统给出任务 还给出了十天这么长的破案期限 师傅 赵哥 马上安排车 咱们这就去李静家走访 看着陈炎微微发亮的双眼 刘青山微微一正 跟着陈炎侦破了两起大案 每当陈炎有什么发现的时候 就是这种表情 难道陈炎又有什么发现的不成 小组刚成立 我便带着组员调查起了美日国际医院的案子 没想到越往后查 越让人细思激恐 我们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李静所居住的别墅区 几位警官 你们有什么事吗 陈炎当然感觉到了李静话语中城市化的客套 但并没有什么意外 五年前人家报案 结果成了陈炎旧案 现在有这副态度也算不错 李先生 您还记得我吗 李静当然认出了赵冰 但是刚刚故意没有打招 哦 原来是赵警官 不知道你们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李某人可都是做的合法生意 李先生 这位是我们真机分队的陈炎组长 想跟你了解一下五年前的案子 李先生你好 我是陈炎 组长 李静微微一正 因为五年前的事情 李静可没少和真机队打交道 对真机队内部的体系也有了解 组长虽然不是什么大官 但手底下也有四五个人 能够主抓刑事案件的 这个陈炎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 竟然就已经是组长了 李静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在他眼里无非就是两种原因 一个是陈炎家里特别牛皮 另一个就是陈炎本身很牛皮 原来是陈组长 快请进 请进 陈组长如此年轻 就已经是戴案组长 真是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啊 李先生客气了 听说李先生五年前刚刚做过肝脏移植手术 现在看您的脸色 恢复得很好啊 陈组长 想必你也看过我当年的卷宗啊 可是 您看我现在 哪像做过肝脏移植手术的人啊 我这几年也接触过不少内脏移植手术的人 恢复好的确实有 但是像我一样 能参加体育锻炼 甚至连排斥药物都不用服用的 仅此一例 我点点头 众所周知 凡是接受脏气移植手术的人 终身都要服用抗排斥药 但李竞竟然不用服用抗排斥药 确实令人费解 李先生 您的疑惑 我非常理解 我们这次来 就是为了跟进您当年的案子 当然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 卷宗的记载 有些细节也没法重新 所以 还希望李先生您多多配合 争取早日解除您的心结 陈组长 李某的事 就拜托您了 李先生 这次过来 首先想了解一下你弟弟的事 我弟弟 没错 我想了解一下 您弟弟当年车祸的一些细节 李竞虽然不明白陈颜查自己的案子 为什么不问自己的情况 反而问自己弟弟的情况 但是想起赵斌刚刚对陈颜介绍 还是仔细回忆起来 当年 我弟弟出车祸 就是在我出车祸的前一天 李竞想了想 起身打开电视柜的抽屉 拿出一本影集 这是我弟弟以前的照片 当时 我并不在场 我弟媳妇在 听他说 是中午的时候 两人吃完饭 我弟弟骑着摩托车 载着他回家 我弟弟闯了红灯 被车撞了 你弟媳妇当时没受伤吗 当时 弟媳妇戴了安全帽 只是受了些擦伤 我弟弟没有戴安全帽 头部遭受重击 送到医院后 没有抢救过来 头部遭受重击 那你弟媳妇现在还在中事吗 在 他就在我公司上班 这些年我一直关照他 我们关系并没有熟练 能让你弟媳妇过来 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没问题 半个小时后 李竞的弟媳妇就来了 和李竞说的一样 他戴了安全帽 躲过了一截 因为李竞的弟弟闯红灯在先 自然承担所有责任 所以李竞和他都没有起诉肇事者 当年的路口就有监控 视频肯定还在 你们可以核实 李先生 你弟弟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吧 我们俩是同卵双胞胎 在孤儿院长大 后来一起当兵 一起创业打拼 可惜 对了 李先生 当年你们和你的弟弟 有一体告别仪式吗 李竞和其弟弟一双都点了点头 在殡仪馆搞的仪式 我们俩是孤儿 去的人虽然不多 但是我这个哥哥还在 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走 那 你们有没有发现 遗体有什么不对劲 不对劲 李竞和弟媳妇相视一眼 随即都摇了摇头 应该没有什么不对劲吧 大哥说得对 我们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既然如此 李先生 你弟弟的遗物还有没有 最好生前穿过的衣服之类的 和贴身使用的东西 哦 这个倒是有 我弟媳妇和我弟弟结婚的婚房 自从我弟弟去世后 就在没住过 也没卖 我弟弟的遗物都在房子里 赵哥 王哥 你们现在出发 拿到李先生弟弟的遗物 提取毛发 皮屑 做细胞DNA分析 要知道 当年 李竞的弟弟 可是在李竞出车祸的前一天 就已经死了 身体一旦死亡 器官就不可能存活 那么 李竞弟弟的脏气 也不可能超过一天后 出现在李竞身上 难道医院会未不先知 知道李竞会在第二天遭遇车祸 提前把李竞弟弟的肝脏 保存了下来 可如果不是 那又怎么解释现在的一切 而且 李竞也好 李竞的弟媳妇也好 当年并没有在任何器官捐赠书上签字 真是细思极恐啊 刘青山等人也是老真姬了 原来还觉得没有头绪的案子 现在突然明白了 怪不得陈妍 根本不问李竞的事 而是盯上了李竞弟弟车祸的细节 现在就等赵斌和汪刚回来 只要李竞弟弟的细胞 DNA测序结果出来 而且和李竞移植肝脏细胞的DNA对比 是百分百相同 那就可以证明 李竞确实移植了肝脏 而且 移植的是自己轻弟弟的肝脏 然而在另一边 有了李竞弟媳妇领路 二人很快就采集到了需要的毛发和脾气 给陈妍打电话确认后 赵斌和王刚第一时间把标本送去了检测机构 李先生 情况我们今天就了解到什么 谢谢您的配合 李竞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 自然不是蠢人 陈妍的安排 已经让李竞明明猜到了什么 陈组长 如果我移植的肝脏 真的是我弟弟的 李先生多虑了 我现在也只是一种猜测和推理 具体还要等检测结果出来做对比 好好好 李竞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等消息 陈组长 您放心 还需要我配合的 您随时过来 我一定全力配合 人和财物 什么都行 您需要什么 跟我说 我一定配合好 李先生 你就安心等消息吧 警察办 哪里需要群众出钱 看着陈妍等人离开 李竞站在别墅门口 久久没有回神 案子已经过去五年了 他自己都早就已经放弃了 没想到 这个陈妍组长现在竟然让这个案子有了转机